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看一下有没有上到线 今天呢我是在我自己的JB总行的办公室这里 是在Nossa Vestari这边 你们好 哈喽 给我知道一下反应一下这个画面和声音会清楚吗 全部OK吗 等等 我也是要看一下这个电话 这边一下下电话 网速有点慢 因为在办公室里面 通常网速没有这么强 没有这么快 要等等一下 哈喽大家好 你们吃饱了吗 中午午餐吃饱了吗 今天是年初九 年初九是 我看到好像有点萌 画面会萌吗 清楚吗 画面模糊啊 是哦 画面有点模糊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要下线 重新再重新上过线 你们觉得OK吗 可以吗 我看一下这个画面 太萌的话也不行 哎好萌耶 这个画面 哦 画面声音OK吗 可以吗 我开点声音看一下 可是你们会觉得萌吗 你有希望看得清楚 我也是觉得有点萌 画面有点萌的话 我们要重新上过线 给我处理一下这个画面的东西 清楚了吗 画面OK吗 好像一下子清楚 一下子萌 现在感觉上又清楚了 Clear 声音OK 画面OK吗 我看到你们讲声音OK 我要知道这个画面 你们那边看会清楚吗 OK 要跟你们讲讲一下 关于历春的东西 Very clear Nancy Nancy Chan讲Very clear Nancy OK吗 我看到你是说OK的 没有问题的 Clear Jessica也是讲clear 这个画面看起来清楚很多了 OK 可以 好的 清楚那就行 最重要是画面要清楚 这样子的话 你们才看得到我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我送的礼物呢 你们也看到比较清楚一点 好 OK 可以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再一次的再跟大家拜年 今天年初九 明天就初十了 后天就十亿了 十亿就是我们的这个历春的这一天 所以算是一个 我一直很期待也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那么现在呢 今天年初九 我们就是 嗯 也是一家人也算是要团聚一起 可能一起吃饭 一起 也要彼此祝贺的一个时间段 因为毕竟还在新年的期间 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持的心情愉快 然后要有这个过年的春天的这一个 这个气氛 这个感觉 非常重要的 所以过年期间呢 初一到十五 甚至到正夜里面 这整个时间段里面 尽量都是保持正能量 保持心情愉快的 然后就是 嗯 我们都是观想一些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想的人 我们想的事情 我们想要整年里面 能够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或者是想要有什么收获等等的 我们要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要多观想 我看到画面好像又蒙了回来 一下子好 一下子蒙 嗯 怎么办呢 你们要重新 重新下线吗 然后 然后再重新上过线 我看到一下子蒙 一下子清楚耶 你们会看到辛苦吗 嗯 没问题了哈 没问题我们就继续讲 要不然的话我重新上过线 我看一下 还好啦 还好 不会 不会太忙 OK 好 今天呢 当然在这边 我是过年期间 我希望能够都能够送礼物 送一些礼物 小礼品给 给你们一直都在支持我的粉丝们 然后 嗯 嗯 我在看你们的 看你们的这个comments 在新加坡的粉丝问我是不是申请不到 那我们去哪里立村呢 新加坡的粉丝们 你们可以找你们想去的地点 你们可以去这个 嗯 Marina Barrage那边 但我们没有申请 所以大家是去那边当着游客 去那里草地 踏踏草地 这样子就行了 然后自己去接天地之气 当然我也会 安排我自己的人过去那边 就是一起 可是它并不是一个活动 它并不是一个 我们有摆单位或者有什么的 就不是一个活动 它就是很像大家都在那边 踏踏草地 接天地之气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很简单 就当着你是游客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一个非常 不是一个我们主办的一个活动 在新加坡 所以随你们的那一个 浴室过去那边 大家一伙 这样感觉上就比较热闹一点 这样子的 这样子就行了 这样子就行了 只有在JB这边 在新山这边 新山JB这边是在 这个苏丹桓公 在海边的 苏丹桓公的 门口的 他有一片进门口之前 不是进去到苏丹桓公里面 是在他门口那一边 就会有一个一片草地 然后有个黄帽 有个皇冠的 那一边 我们在那边接天地之气 在JB的朋友 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那一边呢 我们是有合法的信 已经有了 这个皇宫批下来的信 还有就是 周务大臣那边也批了 还有警察部门也批了 所以当天 在10月2号这一天呢 就会有那一个警察 那边他会安排 这个交通警察 来维持整个持续 所以你驾车过来 不用担心 应该会有足够的停车的位置 因为全部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所以多两天的 这个2月4号丽桑 你们能够的话呢 就是穿上我的丽桑开运服 穿上这个丽桑的衣服 OK这件是 这件是我的 到时候我是穿这件 我还没有打开来 这件是我的size 我是穿 Extra Small SS的 我是穿这个size的 所以这个是我当天要穿的衣服 OK 所以绿春开运服 其实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它有四个印章 这个印玺 这个印玺里面就是 轩炎黄帝 神龙炎帝 就是我们是炎黄子孙 这两个的 还有就是我的师父 黄石林大师的印玺 还有我自己的印玺 我们两个代表着传承 文化传承 那前面那两个呢 就是我们的老祖宗的 我们是炎黄子孙 就是宣炎黄帝 还有神龙炎帝的后人 所以我们叫炎黄子孙 所以他们两个的印玺 特别去中国那边 去他们的故里 还有他们的陵墓那边 特别去加持回来的印玺 印在衣服里面 帮助我们炎黄子孙 海内外的炎黄子孙 就是在穿上丽春开运服 接天地之气 得到他们满满的祝福 能够开运 能够在来临的这一年里面 就是老鼠年里面 这个衣服的运势 是帮助你加强一年的运势 只是在老鼠年的运势 能够开运 能够得到好运势和祝福 所以这里有四个印玺 看到吧 看到吧 OK 四个印玺 它的珍贵是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我的size OK 立春开运服 那为什么放一个龙呢 因为龙是我们 我们的中华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神兽来的 所以我放一个龙 都是在我们的青龙边 左手边这边 这个是左手 OK 然后龙是从后面飞过来前面的 所以它很有意义的 然后旁边是我的 我的公司的logo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立春的时间 立春开运法 立春的日子 还有就是一两粒金蛋 这两粒金蛋呢 金色的蛋 每一年都有它的特别的意义 金色的蛋在衣服这边呢 代表着这一年是金属年 所以那个颜色的蛋 其实有意思的 OK 然后后面呢 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这个立春开运服 这件是我的 我的size 刚刚好我穿的 我穿的扯寸 所以你们能够的话 在立春这一天呢 也穿上你们的立春开运服 在这一天 正月十一这一天 记得早上就可以开始 冲好凉 你就可以换上了 但如果没有我的立春开运服 运服的话呢 那你就穿红色的新衣服 记得立春这一天 一定要新的衣服 红色的 记得一定要红色的 然后就可以接天地之期了 OK 立春衣服还有的 你们可以过来我的店里面 所有的分盘都有 所有的分盘都有 但是 但是 不能够邮寄了 因为告诉你已经来不及了 剩下两天的时间 你要的话 你就来现场 来我们的店里面这里购买 OK 我看一下你们的这些问题 然后立春这一天呢 2月4号 就是多两天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早上的时候呢 早上的时候睡醒 其实2月4号这一天 立春的时间点 它进入是傍晚5点03分 所以早上它正式来说是立春这一天 可是还没有正式进入立春的时间段 立春的时间段从5点03分 才正式进入 5点02分以前还不是 还是属于老鼠年 5点03分呢 过后它是属于猪 对不起 5点02之前呢 5点03之前 是属于猪年 5点03这一刻开始 过后 它还是正式进入老鼠年 所以我们不可以弄错这个时间点 但是立春这一天 其实我之前有做过视频 有做过视频 教大家关于立春要注意的几个很重要的思想 所以当我们进入了 立春这一天 在早上睡醒的时候 虽然还没有进入那个时间段 可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这一天心情一定要很好 调节你的心情 心情把它弄漂亮来 就是什么东西都想好的 想你爱的 想你喜欢的人 全部东西都要想好的 然后在立春这一天 你还要打开窗户 然后让屋子外面里面的气兑换一下 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早上起来的时候 看一下自己的米干 能够的话 在米干里面再添一点米进去 添一点米进去 但是如果你有我们浮海集团 有我包玉板特别加持的 浮海集团出的这根浮米袋更加好 记得在这一天早上呢 你就可以把浮米袋打开来 然后倒进去你家的米干里面 浮海集团给的浮米袋倒进你家的米干里面 有浮道的意思 有浮道的意思 但是这浮米袋已经派完了 所以我们有一万个浮米袋 你们就是有拿到的人 记得这一天早上的时候 记得倒进去你的米干里面 非常非常好 特别有意义的 然后也特别加持过的 然后过后你就去冲凉换衣服等等 所有的步骤在我的日历里面都有写 也有在我的视频里面有分享 我还特地做了一个演员扮演这个片段 我还有特地做了一个直播教大家 然后一直跟大家讲立村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上来一年只有一次 剩下两天的时间 注意一下时间 如果你要帮助到身边的朋友 家人的话 你也要提醒他们一下立村开运的重要性 因为立村开运 这个叫开运 还有接天地之气 这是通过大自然的东西 它跟宗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这是地球宇宙的一个磁场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 有些人会觉得 开运转运这个东西 我不是拜拜的 这个我适合吗 那我要告诉你 这个真的跟宗教完全完全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宇宙地球的一个磁场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然后当你跟别人解释的时候 你告诉他这不是迷信 这是接收天地能量一个磁场 通过我们的人体 然后再接收大自然的太阳的磁场 地球的磁场 通过我们人体重新开始 所以他有一种转换我们能量的一个很强的力量 所以这一天你们千万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你看我这么辛苦 从上个星期一路一路在跟大家分享 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 一直提醒你们不要错过转运和开运的一个重要时间段 尤其是犯太岁的生效 尤其是你们觉得运势不好 或身体不健康的人 不管老人小孩 其实都可以的 这一天的磁场真的很不一样 然后你知道地球 地球本身是一个磁场的东西 磁场也非常强 所以地球为什么有南极北极 然后细铁 为什么指南针永远就是南和北这两个方向 因为地球本身它就是一个磁场 那地球里面就有很多水晶 在地球的内部 在地球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很重要天然的东西 然后改运的东西 我们通过宇宙能量 这是不是很好 然后再通过太阳的力量 是不是很好 所以当地球走到了历春这一天 就是正月十一这一天 它其实就是进入了冬天还有春天的交换点 所以为什么历春这一天磁场会产生不一样 历春这一天磁场不一样的印证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鸡蛋来印证 所以这一天因为磁场正在交替 两个磁场正在交替 它把冬天所有的过完了 然后春天的一个开始 所以它一个交替点就产生了一很奇怪的作用 在这一个磁场变化点的时候 鸡蛋其实是可以站着的 比较容易站着 所以你会发现的 鸡蛋你放在桌子上也可以站着 在地上也可以站着 在你住高楼 在高楼 在penthouse租到20楼也好 它都可以站着 然后你甚至在世界上 哪一个地方 整个地球 你要听清楚 是整个地球的磁场 所以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 历春这一天 磁场交替的时刻 其实所有地方的鸡蛋都可以站着的 你在外国的话你也试试看 如果你那边的鸡蛋站了 你拍个照片给我们看一下 但我们大家也感动一下 这个大自然 这个地球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大地 的这个宇宙磁场的 这个特别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一下 然后通过这样子的24节气 通过历春这一天 春天的开始 万象更新 什么东西都重新开始 它的原理一样的 所以就代表着你所有不好的东西 全部过掉了 然后到了这一天 重新启动 所以要重新启动 我们的运也要重新开始 所以一定要自己亲自 去接受大地的加持 大地的能量 宇宙的能量 所以这一刻 它的整个宇宙磁场 重新崛起 就是说一年走完了 冬天了 气候走完了 重新开始了 春天的气 重新开始 所以万象更新 我们叫山羊开胎 万象更新 就是这一个意思 所以你要明白 这个东西 它的确跟宗教完全没有关系 它就是帮助到我们个人 所以在这一天 很重要的这一刻 接受哪一个能量 OK 所以不管你什么宗教 不管你什么种族 当然我鼓励延环子孙 因为这个24节 其实我们老祖宗 我们中国老祖宗 在2700多年前 发明出来的 所以他们观星象 发明 看到这个24节期的 推算出来的 所以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很好的知识 流传到今天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知道的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利用这么好的一个资产 帮助我们延环子孙 后代们 子子孙孙们 来在这一刻 接受能量 然后顺便也了解到 学习到这个天文地理 还有老祖宗的智慧 让我们感动一下 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 多么聪明 我们现在的人 哪里有 哪里有这么聪明啊 所以 我觉得挺好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推广 而且这个的确跟宗教没有关系 纯粹就是提升我们个人的一个 磁产能量的东西 OK 清楚吗 所以我一路一路在跟大家交代 希望你们能够吸收得到 也希望你们能够了解 不是5点05分 5点03分 所以在正月 十一 就是2月4号 多两天 这一天 我本身自己就会去到 新山 苏丹环宫那边 我大概4点半左右的时间会到 你们可以提早到 因为你们要找parking 要这个位置 reserve这个位置 那我可以的话 我也尽量早一点到 然后到那边呢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接收天地能量 它有个方法 然后多一点人 大家聚在那边的感觉呢 就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 这样在一个空地上 自己站在那接收能量 别人看到你就会觉得好奇怪 又穿红色衣服 又没穿鞋子 然后两只手伸高高 站在接收能量 别人看起来就可能会觉得比较 比较搞笑一点 如果有些人不明白的话 但是 对我来说呢 其实不要管人家怎么看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一个动作 然后这个动作呢 大概维持一个五分钟十分钟 如果你能够站久一点 那是最好的 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不好的能量 通过我们的脚板排出去 我们脚 我们脚 脚有个涌拳鞋 脚板 手掌心的是劳工穴 所以它通过穴位那边 然后把它排泄出去 然后我们头顶和手掌心 是接收能量 所以当我们在接收这个太阳能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观想 历寸这一天跟太阳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接收太阳能量的时候 我们把两只手打开来 放上去 然后就是一直要观想 观想能量从我们的手掌心 OK我们劳工穴这里 还有我们头顶的摆绘穴这边 我们一定要观想能量从我们头顶 进入了我们的身体 慢慢进入了我们的身体 然后通过脚底 我们脚底其实也是 在把身体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在接地气 把它放出去 然后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感受 这一个能量 OK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起去 苏丹皇宫 一起去接天地之气 一起去开运的话 不用报名的 你们直接过去那边 我的人大概三四点 三点多 我看两三点我的摄影堆 我的人就会过去那边准备拍摄 然后可能也可以访问你 我们会做成一个小短片之类 因为我希望把这一个方式 这个开运很好的方法 推广给更多的圆环子生们 去认识 给更多的大众知道 改变命运 我们可以通过大自然 可以通过宇宙 这个就是我一直要传递出去 给大家知道的 OK当天冲的生肖 有人问他 当天冲的生肖 2月4号也有冲一个生肖 每一天我们都有相冲的生肖 但是不用紧 这一天你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你没有动工 没有专修 所以冲什么生肖都没关系的 谁都可以接受能量的 没有关系 完全不用去在乎 当天冲到 有没有冲到你 当天2月4号有冲一个生肖 冲羊 OK当天是冲羊 在我的日历里面 其实我有写这个 这个就是历春2月4号 他虽然有冲生肖 可是不用在乎 不用去管他 因为完全没有影响的 完全没有影响的 不用去担心 这个相冲的生肖 当天我们是在接受能量 拼不是在做什么东西 所以他跟生肖有相冲 没相冲 是没有关系的 OK 当然能够穿上 我的历春凯云服 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衣服 是我特别特别 去设计出来 而且有经过我们 我们元帝和皇帝的特别加持 然后再加上我的师父 黄斯林大师的特别加持的应喜 还有我自己本身 给大家的祝福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那么棒的东西 我就是希望 有更多更多的元环子孙 理解到 然后利用到这一个 这一个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大地 天和地 宇宙能量 还有就是太阳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里面开运 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 过得更好 然后带来满满的希望 然后在历春开运 在接受天地能量的 这一刻的时候 你们还要记得一件事情 在这一刻的时候 你一定要观想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兴趣 我要传达给你们的 就是在接受天地能量的 这一个时刻 你一定要想好的东西 所谓想好的东西 这一刻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许愿 所谓你可以想你的愿望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赶快想好一个你在 不要想得太长久的愿望 就是这一个愿望呢 是要在2020年里面 在这个老鼠年里面 在新的历春来临 下一年的历春来临 之前实现的 所以不要许得太远的愿望 许比较短暂的 就是一年里面 我能够实现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你把它想出来 现在开始想清清楚楚你的愿望 所以当你在接受天地能量的时候 你这刻想的就是你的愿望 你不要想我 你想我 你整年都会想我 所以你想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对你很重要的东西 OK 我不是你们最重要的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愿望 每个人都有想在这一年里面 想要实现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鼓励你们想自己要的东西 看个人 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你自己想清楚一点 因为每个人要求的 每个人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OK 好 来我看一下 怎么了 电话有点卡线卡线 OK 好 明白 所以一直在传达给你们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 嗯 大家能够理解到 OK 我等一下我上线一下 好像没什么线 OK 一下下 OK 我们讲到哪里 可以哈 可以哈 突然之间没 我的电脑没线了 OK 等等了 给我一点时间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上线一下 然后你们发问 你们的问题吧 等下我要帮你们解答一些问题 因为历存越来越靠近了 我都替大家紧张 我自己也很紧张 历存这一天那么重要的时刻 一直在提倡 一直在推广的 一直在无时无刻的 在提醒大众 在提醒大家 然后这么重要的 一个转运开运 对我们圆环子孙 有很大帮助的一个 一个重要时刻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上来 然后提醒身边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开运 OK 好 刚才讲到的一点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刚才跟你们讲的 就是这一个 我开到了 开到了 刚才怎么了 给我一点时间 OK 好 所以刚才讲到的就是 许愿 许愿的这一个东西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愿望 每个人都有想法 所以在这一刻记得把你的愿望 把你的想法 就算它不是刻意的一个愿望 但是你就是一个想法就行了 一个灌输自己的想法 在这一年里面 你想要达成的目标 你想要希望很想 要什么东西 希望什么东西 你想好的吧 不要浪费了这么重要的时刻 所以尽量想好的东西 然后让你在这一刻感觉到 你都会有 在这一年里面 你会实现 你想要的就对了 所以我自己已经想好了 想好了我自己要的东西 所以当我在接受能量的时候 我很清楚自己的方向 我很清楚在这一刻 我想要些什么东西 所以一直提醒你们 你们也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不要浪费了 那么重要 能够许愿的时刻 能够让自己的 观想你的 观想你的愿望 观想那个能量 太阳的能量通过你的身体 所以观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静坐 我们有打坐 然后我们有很多观想冥想的课程 就是因为我们人 它有一种磁产能量 所以我们的观想的力量是很强的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 多观想 多想东西 多观想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可能你们不习惯 不是每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或者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有这么 我们不叫迷信 我告诉你 这不是迷信 这的确不是迷信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年里面 做一点改变 在这一年里面 你试试看我的方法 跟宗教没关系的方法 然后通过这样子的方法 去加持你自己 我们人体好神体 好神 好特别的 我们人潜在着无限的可能 这个我要告诉你们 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一些无限的可能 所以 所以会有很多奇迹 有很多可能性的发生 所以你在这一年里面 你尝试一下 做一些改变 不要再想不好的东西 所以不要再 不要再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但你全部保持真面 想见的人 想要的事情 想要赚的钱 或想要的事业 想要的缘分 想要的任何东西都行 所以在这一刻你们试试看 自我改变一下 自我想一下 然后以后有没有成 以后这个愿望会被达成 或对你有什么改变的话呢 我希望你们在过后呢 同样给我知道一下 让我统计一下 到底他的成功率有多少 当然我也要收集一些数据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活动 这样子的历春街天地之气 过后后面得来的这一个数据 后面成功的例子到底有多少 所以同样的有什么 后面有什么反应 你给我知道一下 好 可以放在面子书里面给我知道 或PM我私讯我都可以 ok 有人说没有青草地怎么办 我告诉你 我们在地球上 你不要告诉我没有青草地 走远一点吧 找找看 一定有青草地的 一定会有青草地的 但他一定要草地 不能够在semen 或者地砖的地上 是不行的 他一定要在青青草地上就对了 ok 好的 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所以今年我希望大家做一些改变 这个环境 这个世界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ok 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 我们改变不了政府 我们改变不了病群 我们改变不了很多东西 ok 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你要清楚知道 我们的确能够改变自己 但改变自己的方法呢 首先你思想一定要改变 你的想法要改变 所以只有一个人的思维 思想改变了 那他才可以有办法改变命运 所以这个是改变命运的其中一种方法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到这个道理 然后提升自己 改变自己 然后让2020年 这一个老鼠年 变一个全新的自己 ok 夹草地不行 不能够再夹草地哦 夹草地不行 一定要在真正的有接地气的草地 ok 一定要在有地气的草地 在海边可以吗 海边要有草地哦 如果你只是杀 不要 要有草地 要有青青草地 ok 好的 历春 钱包 历春这一天的钱包要注意的东西呢 历春这一天的钱包要注意的就是 当然我鼓励你的钱包里面 第一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是过年 也知道这一天的运势对我们很大的影响 除了心情调整 除了天地能量以外 充好粮保持干净 因为充好粮代表你喜气一身的污垢 一些尘埃不好的东西 然后在你的钱包里面 钱包毕竟是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钱包就是一个钱包风水 钱包本身它有一个是我们身上的一种财库 ok所以戴在我们身上的钱包一定要满满的 有很多现金在里面 所以钱呢 你要在之前把它放好好在你的钱包里面 ok 之前放好好在钱包里面 历春这一天你的钱包里面就有满满的现金 然后能够的话放红包风 红包风里面有钱的戴在身上 也代表着喜庆吉利的 讨个吉利的意思 然后呢 我有出这一个特别推出这个宣言钱笼带 笼带 这一个笼带也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多了一个皇帝 刚才我们讲依父是 我们是元环子孙嘛 宣言环帝和神龙元帝的加持印章 这一个呢 多了一个乾隆皇帝在里面 乾隆皇帝 我告诉你 也很有钱 也很长收到89岁的 所以里面多了一个乾隆皇帝的加持 所以再把这个笼带呢 放进去你的皮包里面 在历春这一天 戴在身上 戴着一起去接天地之气 然后再带着一起去银行另外一个大财库 我们的银行那边启动你的财运 所以在银行那边存钱的时候 这个也戴在身上 笼带非常好 也有特别的加持 特别的意义的 这个也是我特别去加持出来的 宣言乾隆带 里面有宣言皇帝的红纸印章 盖的印章 然后再把乾隆皇帝的古币 然后把它包着 然后放在笼带里面 戴在身上 一整年里面是给你们的钱包 增加财库风水 帮助你们的钱包里面 满满的现金的 然后增加这些财库的重要性 所以我一直希望 小小的祝福 对大家都能够有帮助 让你们知道 其实每一样祝福都是要 你在这一年里面过得更好 更有钱 更开心 事业更好 身体更健康 然后就是 可以跟身边想爱的人在一起 这也很重要 我们人不是自己一个人开心就好了 赚多少钱又怎样 然后身边没有一个能够一起分享的人 也是蛮难过的 所以身边也要有一个伴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家人也是很好的 大家一起就是开开心心的 OK 这才是幸福的人生 好的 那么关于这个历春开运的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还有什么方法吗 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吗 拿不到的这些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现在已经来不及记忆了 你们只可以来到我的所有的总行 或者分行这边来 来来领取 或者是有些是免费的 日历是免费的 然后笼带笼带是需要付费的 然后扶米带是免费的 但是派完了 所以这些东西有些已经完了 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好 有什么东西联络 我的公司会比较好 因为我的任务呢 是教育大家 是跟大家讲好 关于所有买卖 你们要联络公司的 OK 那么在这边呢 今天还有一点就是 历春开运了过后 记得还要去银行里面排队 穿着红色的衣服 去启动你的财库 银行启动财库的时间表呢 我也在我的直播视频里面 也有分享给你们 所以你们要看回去之前的 这个直播里面有很多资讯 给你们的 启动财库是非常好的 在银行 一定要去到银行 不要在网络上转账 网络上转账的一个很大问题呢 那其实就是因为 你要从一个负口 出给另外进给一个负口 所以就是一定有一个负口 是出钱的 所以历春这一天 不要出钱 所以不应该从一个负口 进去另外一个负口 它应该是进钱不出钱的 所以不可以转账 不可以用银行转账的方式 所以只可以去到银行 进一个意思 让你自己的负口 通过银行进钱的机器 它就是有进钱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你要这个动作 我非常抱歉 不能够给你们银行转账 去闹一点 去银行排队一下 那甚至有些人讲 我不去银行 有些地方 可能在一些shopping center 它就有ATM machine 可以吗 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因为主要就是在你的负口 有进钱的现象 当然能够的话 亲自踏到银行里面去 去到银行里面是最好的 因为银行 银行你知道是一个很大的财库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能量 一个财库的能量 所以你看我多么 多么忙 多么辛苦 我一定去到银行排队的 一定去到银行排队的 所以很多银行 其实都会挤满的人 但是这没办法 你就去忍一下排队一下 OK 然后进一个意思 让你的负口有钱进 然后或者是之前有一些顾客 或者是老板给你的一些支票 其实也很好的 你全部留着在这一天 在历存这一天去净他的钱 所以当历存这一天 你特别去净谁给你的钱 其实就代表着 这来临的一整年里面呢 你就赚他的钱是最多的 这也是一个很重点的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这一个方式 我试过很多年了 因为我做一些发展商的生意 所以我每次把他们的钱就留着 在历存这一天特别去净 然后呢 我整年就是赚赚他的钱 而且赚差不多十倍 我净的 那个数值的蛮多 所以你们能够的话 你们要清楚知道 其实有很多方法在里面 就像你接财生 他有很多方法 所以我为什么就一路教大家正确的方法 因为当我印证了过后 我发现到 这太好了 这太棒了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 我就是一直要分享给你们 让你们更多更多的人 理解到认识到 然后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 OK 大家都身为我们同样是华人 同样是圆环子孙 所以我也希望更多更多的圆环子孙 通过我的视频 通过我教的方法得到获益 怎么我这样群劳教大家呢 因为其实我就是对这种文化的东西 特别特别有兴趣 然后老祖宗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行业 我做的是风水行业 风水行业我通过这边也赚了很多钱 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回馈 所以把我懂的知识分享出去 也是对得起老祖宗的一种做法 对我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慈善 对我来说是慈善来的 是推广 是帮助到大家 等我百年归老的时候 我走了过后 去下到下面去看到 去到硬件的时候 看到我们老祖宗的时候 还会觉得问心无愧 对得起他们这样子的感觉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所以为什么做很多东西都要对得起 天地良心我们都要做 我们认为对的东西当我们走的时候 去到那里的时候 就没问题 我尽力了 我什么东西都尽力了 OK 好的 清楚好 关于立春的方法 明天再提醒你们多一次 明天也是很重要的 明天再提醒你们多一次 明天就是正月初十了 然后十一就是立春 所以正月初十明天一定要做直播 再提醒 然后你们有问题再问 然后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尽量帮你们解答 OK 所以今天初九 祝大家初九快乐 现在好多人在线上了 OK 你们看到我的画面应该很清楚了 所以现在这一刻呢 我就送一点小礼物给你们 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然后是新年期间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那 新年期间 新年期间 对 昨天 昨天的时候 昨天晚上吧 我就有放一个视频 关于这个流年风水的 那我很希望 就是做流年风水的 这个直播 教大家 关于流年风水 要注意的 这个摆设 因为流年风水 就是风水 其实是蛮重要的 风水也是我们老祖宗教下来的 一个方法 通过 通过环境 通过环境 帮助我们 改变命运的一个方法 其实风水跟宗教 也没有关系 很多东西 其实跟宗教 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不要因为你说 我是天主教的 我是回教的 我是什么教的 所以我不可以 不可以相信风水 我不可以这样子 做开运 其实没关系的 它根本 两回事 因为这是大自然的 宇宙的 环境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 我们是地球人 地球都有 这些磁产 都有风水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 这些东西 五行的东西 还有阴阳的东西 所以它非常棒的 这是一种知识 一种智慧 然后再利用 大自然的东西 帮助我们 让我们活在地球上的人类 我们踏在地土 泥土上的这些东西 我们需要阳光 我们需要空气 然后我们怎样 利用最好的东西 帮助我们更健康 运气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力量来的 它其实是跟宗教 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为什么 风水我也一直在提倡 因为我觉得 好的东西 一定要分享 一定要教大家 而我教大家的风水 跟宗教没有关系 除非你问到的是神台风水 因为那个的确 就跟宗教有关系了 其他的很多 其实跟宗教没关系的 OK 来来去去 风水里面讲究的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范围 东南西北 因为它跟地球的 磁场有关系 地球东边 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 是木气的地方 西边是太阳 下去的地方 所以它是精气的地方 所以东南西北 它五行的一个力量 其实就是一个磁场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磁场 南北线也是一个磁场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环境学来的 所以环境宇宙 能量学等等 它结合起来 它变成了风水 OK 所以风水呢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就在 昨天就发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流年的风水 流年风水 每一年 好的位置 不好的位置 飞来飞去 变来变去 所以昨天呢 你们也看了这个制作 影片的制作 那就想了好久 我到底要怎么呈现方式 然后就想到用周文丸 然后就 周文丸的儿子叫周公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周文丸的儿子叫周公 真正是他的儿子来的 我们只知道周公是做梦 我们梦中去见周公 其实周公也是会风水的 OK 所以他们都是有关系的 OK 然后就是我们的风水主师爷 九天玄女 很美的 九天玄女 还有就是我们的鬼骨子 很有智慧的鬼骨子 和我们风水的主师爷 杨云松杨公 OK 然后再跟大家讲 我跟杨公是同一天 九月初期出生的 可能这就是缘分 为什么今天会跑来做风水 这或许啦 或许自己想的 可能想多了 好 那么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就有教大家 关于流年风水 流年风水要注意的 其实就是一天 一年的风水 一年里面 好的位置 不好的位置 我们要怎么启动它 我们要怎么压制它 之类这样子 有最好的位置 也有最不好的位置 你们还记得吗 我就 大概讲一下 因为今天我送的东西 跟这个有关系 那 我们讲最不好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太岁的位置 其实在我的日历里面 如果你们有我的日历 你们可以把我的日历 打开来 在这一面里面 就有2020年流年风水 急和凶的 有新新的就是好的 没新新的就是凶位 然后凶位 我还特别写一个凶位 在那边 急位 所以我还会写一个大急位 给你们 所以我都尽量 以最简单的方法 最容易理解的方法 来教大家的 所以我尽量 如果你们还看不懂 那没有话讲 但是我还是同样会做一个 比较正式的视频 比较正式的直播 在线上 在教你们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的是 大胸位 不好的位置 它是在太岁的位置 太岁的位置 每一年都会有变动 然后来到2020年 就是老鼠年 老鼠年的开始 一定要在历存过后 在这个时候 才正式进入新的一年 所以太岁位呢 在今年是正北方 北方是太岁位置 不好的位置 那太岁的位置呢 大家要注意这个位置 正北方 找出你家里的正北方 怎么找的话呢 我会做一个视频 教你们怎么正确的找 因为找方位 这个也不要找错 也是挺重要的 所以好了呀 好多东西要准备 要教大家 但是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还是抽时间来教大家 还是要准备一些东西的 也是要给大家体谅一下 但是我一定会教你们的 ok 然后在正北方这边是太岁位置 除了太岁位置 我的日历那边还写了一个字 叫大胸的位置 还有写着官飞的位置 所以这一个位置比较凶一点 它会惹官飞 如果你无意中无形中一直在启动它 一直在activate 这个磁场 今年正北方的磁场不大稳定 所以我们叫太岁的位置 不稳定的磁场 所以弄清楚 不是有个太岁坐在那边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是因为它的磁场 这一年的空间磁场不大好 所以来到这个太岁位置 ok 好像有电话进来 好 如果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activate它 所谓的启动它 所以我们一直在启动它的话 就是代表着 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 放了一个时钟 或放一些什么东西 在那边一直在activate 一直在启动它的话 非常非常的有问题 就是我们会引起一些是非 引起一些官飞 所以要避免这个呢 我们这个地方尽量给它稳定 尽量不要有太多磁场上的这些启动 所以在风水物品里面 你会看到那一个视频里面 它有介绍一个风水物品 就是这化解太岁的东西 这个九星化沙泉 化解太岁 特别有写的这个东西 化解太岁九星化沙泉 看到吗 看到吗 然后这个东西 我也是告诉你 特别特别去设计 特别去找 这个东西的 这个 这个是 其实 其实 画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其实 后面你翻开来看 它整个黑黑的 整个黑黑的 整个后面这个 也蛮重的 这个其实就是黑钥匙 整个是天然黑钥匙 做成的九星化沙泉 然后我翻一个 这个stand 是因为它可以放在那边 所以让你记得 这个位置 放在你的正北翻 所以你就会记得 这个位置就是太碎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 你记得动工 专修 不要从那个位置 先开始敲下去 那非常不好 你不可以在太碎头上动土 那磁场不稳定了 等一下惹了很多事情出来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一定要给它稳定 所以翻一个东西 在这边有效 黑钥匙能够化解这些东西 九星化沙泉 还有一些 一些在这边 可以看的 那主要其实 因为它是黑钥匙 然后翻在那一个 那一个位置 找出这个位置 翻在桌子上也行 翻在厨里面也行 但是翻出来会比较好 因为你看到 你会记得 这个位置不好 那你要翻什么 任何会启动的东西 你都要小心一点 OK 所以九星化沙泉呢 这个是今天 现在要送给 现在的你们的 我想不到要送什么 我有很多水晶的东西 但是我想现在 因为刚刚好翻了这个 风水的东西 我就想 我就送你们这个吧 好不好 你们会喜欢这个吗 九星化沙泉 OK 如果要这一个东西呢 你现在要分享我的直播 然后写感言吧 我比较喜欢读感言 因为对我来说呢 有心来写感言的人 都是有心的 OK 有心哈 因为做东西 不要我要 这样两个字 我觉得好没诚意 好没心啊 所以如果有诚意 或有心的话 那你就好好的写着 我分享了 我想要九星化沙泉 是因为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从老师的直播里面 学习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关于什么东西都好 你写一些东西 感动到我们 我们今天就送这个 九星化沙泉给你们 OK 九星化沙泉 这个非常好 OK 特别特别 整个是中的 整个是黑药石 天然的黑药石 做成的 天然的黑药石 做成的 所以这个 再给你们看清楚一点 非常非常好的 九星化沙泉 看到 所以是中的 因为石头外的 黑药石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胆小人辟邪 就也有辟邪正宅的作用 所以 这些东西呢 你不是说犯了过后 你就是 一年你就丢掉了 不可以 然后你第二年的话 明年的话 2021年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太税 化解太税的九星化沙泉 换去别个位置 换去别个位置就行 他只是换来换去位置 不要拿去丢掉东西 是可以用很久的 可以用很久的 OK 清楚吗 知道吗 OK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 换去别个位置 那就行了 OK 所以今天送出来的是 这一个东西 然后吉利的位置呢 今年2020年 一个很旺很旺的位置 就是我这里看起来 8号飞行的 就是正财星的位置 财位是大吉位 我在我的日历里面 写财位是大吉位 它就在我们的这个太税位置的另外一边 西北的方向 看我的日历 我日历里面就写 这个 这个是大财位 看到吗 OK 西北的方向 这个位置非常好 这个位置在2020年风水里面呢 它是属于 属于一个正财的位置 财星的位置 今天财位就在 西北方 一下子 有电话进来 财位在西北方 所以这个方位 OK 所以这个方位呢 我们就要 这个方位 我们当然就是要去 加强它 好的位置 我们要去启动它 我们要去加强它 不好的位置呢 我们就要去 把它压制下来 压制下来 我们可以用一些化煞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用黑钥石 黑钥石因为是大地的恩物 黑钥石呢 是属于 大地 地球上的东西 黑钥石 它就产在地球 火上 沿浆了 流下来 然后接触了空气 硬化下来的 然后再加了一些矿物质 所以变成了 出来的就是黑钥石 所以这个是属于大自然的东西 它也不是宗教 的东西来的 它这个也不是宗教的东西来的 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 然后在财星的位置呢 我们就用启动的方式 启动的东西呢 它包括了就是 我们能够 动的东西 其实我的叫启动 我们可以放一个时钟 在正财星的位置 正财星在西北翻 所以你的时钟 时钟好容易啊 就翻个小闹钟也行 或者是挂一个时钟在那边 一直启动它 activate它 给它一直走 那时钟的这个东西呢 你要注意 如果正在这个位置 西北翻 刚好是你的位置 是对着大门外面 你时钟就不可以翻那边 时钟还是有一些经济的 不要拿来对着家门口外面 大门外面不可以拿来对 你要注意这些东西 小小的细节上 虽然那个位置 适合翻这些东西 可是如果又冲 放了一些冲煞的问题 你还是要不鼓励放进去的 我看到我的画面越来越猛 怎么了 等一下我关掉一个program 你们等我一下下 ok 一下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了 ok 可以 ok 可以 好 来 清楚吗 现在ok吗 可以吗 清楚了 可以 好 可以 来 我们继续 所以讲到 今天跟你讲两个位置 一个正北翻 大雄位置 不好的 太碎的位置 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好的位置 西北翻 两个币罢了 一个是北 一个西北 所以抓方向 你们要小心抓 如果不大会的话 再等等 我会做一个视频 做一个直播 教你们怎么正确的找 这些方向 为什么我看到我的画面 是很萌呢 你们看到我会萌吗 清楚吗 还是萌的 可以啦 ok 尽量把我看清楚一点 不然讲的那么辛苦 然后今天我会送的是这一个 所以你要这一个的话呢 你们一定要分享直播 然后写感言 ok 然后感动我的助理 因为不是我选的 是助理选的 但是你们的感言呢 我一有时间一得空 我就会读了 ok 再来 风水物品有很多 我不能够讲的太多 因为我怕你们吸收不到 再来送一个礼物给你们 大家都会喜欢的 好不好 你送水晶吧 水晶大自然的恩物 地球的资产 不是我们的 水晶是属于地球里面的 我们人类 只是把它挖出来了 然后葬为己有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人类 有点贪心 ok 但是好的东西呢 我觉得 既然产自于地球 那地球 属于大自然的东西 都送给人类 送给我们 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的吧 ok 我自于来说 还可以接受 ok 哽到一下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再送一个东西给你们 我的助理就拿了好多东西给我 他就拿了这些呢 就叫我挑一个来送 我再看看一下 今天这么开心 我看一下 要送什么给你们呢 我看一下 送一个 ok 送这个吧 我觉得这个也很漂亮 送这个 我们送这一套 这一套 海兰宝 我觉得 海兰宝呢 其实 其实海兰宝是很多女性都很喜欢的 一个天然水晶来的 因为 海兰宝帮助我们开取我们的喉轮 帮助沟通 帮助人员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还有智慧 海兰宝其实也开取我们的智慧 还有讲话能力 所以这个是对应我们的喉轮的 一个水晶 然后这个是由海兰宝造成的 两个上面是耳环 那一套耳环 进去里面你们会发现我特别喜欢戴耳环 因为就喜欢戴了 之前我一直没有戴耳环 因为皮肤非常非常敏感 我皮肤是非常敏感的 我戴假的东西 基本上很快马上 现在戴下去马上就痒了 马上就红了 我是属于一个皮肤敏感的 所以不能够戴假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负贵命吧 就这个所有假的东西都很大问题 所以后来进去发现到原来涂了一个东西过后呢 我的敏感就可以减少了 所以我才可以戴 你看你才可以戴 所以甚至这些铁的东西只要一动到我的皮肤这边 一动到的话 这些铁的东西只要一动到我的皮肤 这里马上就红红 然后就生一粒一粒的东西 很快的 就完全不能够接触任何铁的东西的 所以他当我知道了 我涂上了一层东西 他就好很多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经济里面特别喜欢戴耳环 因为终于好久 可以好久都不能够戴这种东西 到现在终于可以戴了 所以尽量戴 OK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今天我想送出的海浪宝 上面这个圆圆的是耳环 下面的那个是椎子 天然的海浪宝 所以今天我想送这个给现在的粉丝 祝你们年初九快乐 也希望你们喜欢我的礼物 这个是特别挑给你们的海浪宝的一套的 耳环和这一个椎子 炼 椎子和炼 OK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这个礼物的话 同样你要分享 然后你要写 你要写这个为什么你要 之类这样子的 OK 好的 那么在这边呢 就是今天送的礼物 就是这两个 就是有这个 就是有这个 还有这一个耳环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黑钥匙 九星化沙 钱 所以两样东西今天送给你们 所以你们要的话 你们要的话就赶快comment上来 OK 好 看到你们的很多comments 我的时间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还有顾客 还有今天我需要做工一整天 我都是在Nusabestali的店 如果要跟我拜年 你们可以过来 早上其实已经很多粉丝来 过来拜年了 今天我一整天都在这里 明天呢 明天是星期一的时间 明天我在基隆坡 所以明天我会在基隆坡 基隆坡在Bukit Jalil link to我的分行 所以如果明天要见我 要拜年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基隆坡 我的分行那边 我们可以在基隆坡那边 拜年 然后见个面 拍个照片都可以 也欢迎你们来到我所有的分店的这个水晶能量厂 OK 好 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 我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要开始做工了 祝大家初九快乐 也希望大家记得绿春开运的重要性 然后提醒身边的朋友 提醒你的亲朋去友 还有身边的朋友同事们 告诉他们绿春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能够借助大自然绿春的能量 帮助大家开取新的一年的运势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时间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啦 好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